我是实权人 我还是双西村出生的人 那你现在的环境成了这个样子 我当然有义务 我有一种使命 我必须要说话 双西村是一种很宁静的 山清水秀的地方 2006年2007年就修路 修了两年的路进行硬化 2008年才走了一年 那当时的村办部又是市场主要负责人 就代表村委会给市场签订了这个道路使用协议 进去以后不到半年 因为打车嘛 就把那个村道就压坏了 进行打规模的放炮 大面积的那个植被进行毁掉 然后裸露的山皮 裸露的山崖就暴露出来 粉尘污染就特别严重 天空都是灰尘的 我也很心痛 所以我就 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还我们绿水青山 还我们平整的路 就划在环保网上 那在石泉县环保局就在6月6号就出了一个文件 他否认有污染问题 但是村道压坏的这个实际情况 他也承认了 确实有 而且他说这个市场确实没有证件 所以他2014年就暂停了一年 2015年2016年又进行大规模开采 我是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 陈干部委托我 因为你是亲力者 你也是看到这个环境的变化 当时陈关正政府我去找的时候 某些政干部领导就说 你是多管闲事 你的户口不再实权 你的举报 你的反应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不受理 我是实权人 我还是双西村出身的人 我虽然在国际工作 在这西安工作 但是我的父母还住在双西村吗 我生活富裕了 但是我的父老乡亲 生活上遭到一种侵犯 我有责任来说一句话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这不是一句空话 亲自到这些村民的家里水龙头打开 全是昏水 这样的昏水吃了十年了 石泉县的副镇长 管环境的副镇长给县长就说表态 就说明天 明天我们就到双西村村委来开现场会 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好 21号来开现场会 可是22号 石泉县公安局 就帮我们站起来 会上发言的投诉的村民 就抓到公安局去 我在看守所积押期间 这些管教都在问我 说我你看你落的今天这个下场 村民现在过年都在谈剧 你现在在这里受苦 当时我的回答说 我对我做的事情 我一点不后悔 那么村民今天时常关停了 村道恢复了 现在村民享受了一份安营 这就是我李思较当初的 向政府部门呼吁的出发点 这就是我的愿望 工作机关对我提起工作以后 医生事前先化院 就跟我判了两年半 然后我当然不服 我觉得是相当的委屈 2020年6月9号 才开始二审节进行开庭 在7月24号再次开庭的时候 安康市中院检察院 也明确表示 这个案件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我还是希望能跟我无尽判决 我认为我做的我没错 6月16号 区保回去了 我回去了 当晚我就回去了 毕竟我的老母亲还在家里等待着我 而且几十个村民都在我家 等着我回去 他们见到我 当然他们为我很痛心 很伤心 就说都说我受苦了 为他们受苦了 发挥重审 他虽然说没有一个实际性的处理结论 但是他至少说安康中院认为医生发言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要么事实没查清楚 要么这个程序有违法 那么我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 我认为这个案子判决有罪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举报是真实的话 那就更不应该带走 那这个自动举报 它是为了维护这个村子的利益 这种行为是应该加奖的 另外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来讲 应当鼓励公民行使这个权力 鼓励公民去监督这个一些违法的一些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